与同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间表现不错 大涨而且指数在创历史新高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今天那盘式开高之后震荡走高 目前涨了363点 那今天指数呢 已经拿了多少 20,180点 最高是180点 那现在是20,154点 也是在创历史新高嘛 对不对 那今天的盘呢 最主要在涨什么 一个是台积电嘛 因为今天台积电 大涨就涨了23块 所以大家也贡献了指数 差不多有200多点 对吧 好 除了台积电之外呢 还有涨金融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 指数创新高 全指股都在动 但问题是 你要买对股票 如果说你买错股票的话 说句实话到现在为止 指数创新高跟你没关系 对不对 如果你买错股票的话 指数创新高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吧 好 个股的部分我待会会来说 那今天台北股市指数在创新高 到底这个盘我们现在怎么去做解读 因为这跟昨天联准会的会议之后的记者会 它是有关的 我们稍微看一下 该怎么去解读 来 其实昨天联准会的会议后面的记者会 都是比较偏歌派 如果从整个联准会主席报的讲法来看 他说他给我们大家说 今年降息三次 今年降息三次 跟去年年底那个会议差不多了 就说今年会降息三次 可是这个三次 因为联准会里面他有19个官员 10个官员说今年要降息三次 另外9个官员他们认为说 可能降息个两次或降息个一次 所以10比9 所以现在是认为说他会降息三次 OK 好 10比9了 我们再来仔细看 但是什么时候降息呢 本次会议并没有讨论首次降息的时间 但是如果说我们以降息三次来看 他不会很密集的说 集中在某个时间点 所以照理说 6月的几率是比较大了 现在市场认为6月几率降息的几率 是差不多66%左右 好 那再来 另外重点就是说 央行不会对这两个月的数据反应过度 也不会忽视他们 因为最近那个通膨 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反弹了 对不对 所以他说不会为了这两个月的数据反应过度 好 各位 昨天这些讯息一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 昨天美股就拉尾盘 对不对 好 到现在为止 如果我们从美股的表现来看 道琼之前在月线走震荡 现在让人看到创新高 科技股现在离前高差一点点 现在有维持区间 那非半现在还没有完全站上月线 其实你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其实非电子类股在美股了 非电子类股目前应该是比电子类股来得强 那当然现在连转会告诉我们说要降息三次 他也告诉我们说前两个月反弹 我不会说因为前两个月的反弹去反应过度 对不对 我的想法是这样 前两个月通膨有出现反弹 你说不用反应过度 谈三次呢 谈四次呢 你觉得要不要反应过度 如果再谈上去 再多谈个两次 我觉得我们刚刚说10比9 10个都认为说这地方应该降息三次 另外九个呢认为说可能降息两次或降息一次 如果说你通膨再继续出现反弹 谈三次谈到第四次的话 我敢说那个10比9应该会有变数 对不对 好那现在我们明知道了嘛 一二月份的时候呢 通膨出现反弹嘛 那我最近也跟他讲啊 三月份的油价均价 因为昨天有跌1.6%嘛 可是也没有大跌啊 现在还是站上颈线之上 而且昨天稍微跌下来也没有爆量 因为昨天联总会放鸽派嘛 所以呢目前他三月的均价来到83.5%嘛 所以呢我们来仔细看啊 昨天三月二十 应该知道昨天联总会会议嘛 好三月二十一号 现在三月二十一号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啊 等到四月十号的时候公布CPI 我说三月还会谈啊 那三月还会谈的话 接下来就是五月份的会议嘛 那五月二号的会议基本上 不太可能会有动作嘛 最快降息要到六月嘛 可是呢在这段期间里面 好像在这里嘛 这段期间里面过了四月 四月十号之后 还要再看油价 如果油价都跌不下来的话 预计啊这个反弹啊 通膨反弹还有机会 在那个五月十五号的时候 去公布四月份 还有机会谈 然后呢等到六月十三号的会议之后呢 还有一个六月十二号的CPI嘛 所以呢联总会啊 照理说应该还有两次到三次的观察时间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嘛 油价怎么走 接下来它会不会十比九 会不会出现变化 好不过不管怎么样 现在美股都还是维持多头 对不对 那台北股是竟然让你看到 指数在创新高 它拉台积电 它拉金融 可是这个盘 我昨天有跟魏讲一个重点 我昨天说 这个盘走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ETF跟外资现在在土洋对坐 对不对 好我们来仔细看 继续哦 没有改变哦 你看哦 昨天外资又卖了269亿啊 那昨天投信买了158亿嘛 对不对 那大家都知道嘛 4月1号 00940它要开始挂牌上市 所以这段期间里面哦 4月1号在这里啊 今天21号嘛 也就是说到3月29号 这段期间里面 00940每天啊 他都要买100亿以上 他都要买100亿以上 可是你从最近这整个挂牌的状况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啊 外资趁你挂牌的时候 他开始在卖嘛 对不对 土洋对坐嘛 对不对 当然你会跟我说 啊老师那外资在卖 他也卖不下去啊 我跟你讲哦 我是外资我也不需要卖下去 因为你到3月29号 也都在4月1号之前 你每天都要给我买100多亿啊 那是确定的买盘啊 我干嘛在这个时间里 我就把它卖下去 不需要啊 我每天就让你卖啊 反正你拉我就卖 我拉你拉我就卖啊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啊 土洋对坐的状况呢 现在还在持续当中嘛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你要注意什么东西 你看哦 昨天啊 有一档ETF 他先挂牌嘛 是00939嘛 他挂牌的价位呢 是在15.11嘛 那结果呢 昨天收在15.03啊 有没有 好你再仔细看哦 00939 到现在为止多少钱 15.01嘛 没有涨啊 没有涨啊 那你看嘛 ETF挂牌价位是15.11啊 到现在为止呢 昨天没有涨啊 今天还在跌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各位你从他的成分股里面来看 因为 ETF他收到的资金 他一定要在市场里面去买股票 那为什么今天指数再创新高的时候 他涨不上去 昨天就跌了啊 今天也涨不上去啊 这代表着说 你去认那个ETF 到现在为止你没赚钱 对吧 那为什么没有赚钱 你注意看哦 因为他们募集的资金要在市场买 那结果你会发现啊 如果说我们就从 00939 这档ETF 的成分股里面来看 你看哦 很多股票啊 在他之前买的时候 到3月8号那天 全部都是高点 你看联发科 你看大联大 他的成分股啊 到现在为止都是高点 月月光 有没有 3月8号都是高点 3月8号都是高点 因为他当时募集这些资金嘛 他要去买股票 他把这些股票买上去啊 结果有人在卖 你看谁在卖 都是外资在卖 对不对 你看哦 2379瑞育也是一样 有没有 3月8号都是高点 都是投信满 可是那外资呢 大上都开始偏站在卖方 对吧 那你去试想啊 那等到那个4月1号 00940 他挂牌上市之后呢 你看00939就这样子 没有上去啊 也代表说 有些成分股他们买上去之后 外资都在卖 好 外资都在卖 所以我昨天给各位一个观念 就是说 等到那个4月1号之后啊 这些ETF的买盘 已经开始慢慢缩手了嘛 对不对 开始慢慢缩手了 那我问你啊 那些股票怎么办 现在你已经看到了 00939的持股 很多股票在3月8号都见高点 所以我昨天就有跟各位讲 我就说原本预计3月中旬是一个转折关键嘛 那我昨天就说了 4月上旬 我把时间调整一下 就是因为我测标写啦 你要注意啊 4月上旬那些ETF的买盘一缩手之后了 你最近一直买嘛 一直买 问题是投心就 那个外资就一直卖啊 他也不急的时候把你卖下去啊 因为你到3月29号你每天要买100多亿啊 对不对 那买盘缩手之后呢 你要预防啊 4月上旬会不会有转折的变数 好那这里呢 有一个观察指标啦 因为昨天是期货结算嘛 礼拜三期货结算嘛 外资在结算之前还有一万多口的空单嘛 好 那结算完之后呢 新仓啊 它是4788口 在这段期间里面 如果说外资的空单啊 它也开始增加 因为你指数拉高嘛 它也不急的把你下去啊 反正你每天要买100多亿 我现股就一直卖卖卖 我不急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指数在逢高的过程里面 它开始增加到 一万口以上的空单的话 我还是要跟各位说 这个时间点你可能就要注意啊 指数虽然创新高 我们刚刚就讲嘛 你买错股票是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如果说外资在这段期间里面 它空单高达一万多口的话 等到4月上旬的时候 可能就要注意啊 因为买盘没有了 那外资也避险的差不多的时候 你要留意那个转折的讯号 它会出现 那重点来了 那现在要怎么做 对 现在怎么做 土阳对众没有改变嘛 对不对 就算今天台北股是创新高啊 可是如果说你先从美股的结构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一半的走势其实 在目前美股里面算弱的 因为它连月线还没上去啊 对不对 你从这结构里面来看啊 辉达昨天涨1%嘛 它现在维持在一个区间 它还是多头 它还是多头 然后呢 它涨上来之后呢 它把台积电往上带 台积电昨天涨1%嘛 现在已经回射到月线嘛 你说是不是能够持续创新高 我不知道啦 就算你这边能够创新高 持续再往上走的话 是撑指数的重点 对不对 可是你再看其他相关的个股 辉达的股价昨天跌0.9% 它已经破月线了 英特尔的走势 昨天也只有涨0.3% 它已经快破颈线了 有没有 另外一档个股 你再仔细看 美超微 这一波AI里面涨最多的是美超微 可是当那时候 辉达反弹的时候 它已经在跌了 昨天的又跌1.5% 它现在股价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AI相关的个股里面 已经不是每一档个股都往上涨 那因为本身台北股市 因为台积电的全值太重 所以把指数往上撑 可是你再回头来看 我们就说 这个盘走到这个时间点头 指数还是多头 可是我说结构有问题 什么问题 台光你有大涨吗 这AI的个股 有大涨吗 没有 你看创意到现在为止 再创破暖地点 对不对 资源有大涨吗 资源也没有 还在跌 你看技嘉 技嘉到今天为止都还在跌 那技嘉跌的话 微信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不对 最先跌的是 为什么 今天是要说小反弹 一路再跌 一路再跌 没错嘛 你看 这两天稍微跌下来的华硕 今天稍微反弹 结果还是一样 上面套牢一堆 你看M31 今天要反弹 问题是 你上面还是套一堆 到现在为止都这样 对吧 接下来要注意 现在还在区间的股票不能跌 我说嘛 现在回答在撑 可是相关其他的AI的个股 已经在跌 所以有些个股 来到这个时间点 这就是EDF的成分股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 前面都已经建高点了 现在都没有再上去 这些个股也是一样 不可以破线了 对啊 指数创新高 你有看到这些个股创新高吗 没有啊 到现在为止 都是维持区间了 对不对 像这两天啊 有些补跌型的个股 已经开始出来了 你看这些个股啊 到现在为止都上不去啊 一堆啊 今天这个已经开始出现 起跌的讯号了 你看还在创波段低点啊 是不是 我说很多个股 到现在为止都在创波段低点啊 很多个股都在创波段低点啊 很多个股到现在为止 都创波段低点啊 所以我这两天提醒你 我说这个牌虽然看到指数创新高 可是接下来注意什么东西 会不会出现那种轮跌的状况 一直出现啊 所以有些撑在那里的股票 比方说我昨天跟他讲过 黄金 华晶光嘛 不可以破警线 你看今天都涨不上去啊 有没有 你要买对股票才有意义嘛 你看那4968利基 那个警线已经开始快破了 翔硕现在还维持区间啊 是吧 所以我之前跟他讲说 你看到指数是涨 可是问题是 你去买这CETF啦 我说嘛 这个已经告诉你了 没有用啊 昨天就跌进来再跌啊 如果说这些买盘结束之后呢 4月份还会哪里 就是说你要去看还有什么买盘出来 如果我们这买盘没有出来的话 外资也卖得差不多的话 接下来如果说他的期货空单啊 上万口以上 好 你就要注意哦 所以我说这种盘啊 指数在涨 可是它有温水煮青蛙的效应 所以你持股要注意啊 当然现在这盘我也是多头 你说老师现在这盘要怎么去做 我就跟他讲说 那个涨上去的股票 你就不要去追他啦 真的啊 你也只是为了赚加差而已啊 好了 就算有高点 高点不卖又跌下来还不是一样 你不要去追那什么涨停板 那没有意义啊 涨停板你今天不会赢啊 你要去看明天还会不会涨啊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啊 这地方我们去操作的时候 我会帮你去抓什么 低档型的个股 低档型要走补涨的股票 那什么叫低档要走补涨的股票 好 我们直接来看哦 今天我们操作不是猜猜看哦 我们文文荡荡的 就抓个一两档个股操作 你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持股一堆了 很多股票都涨不上去 赚上一档两档又小赚一点而已 那有些给我股票一下啦 你几乎没有赚钱啊 是不是 所以你要经解你的持股 去掌握这市场轮动 好 轮动在哪里 这你应该知道嘛 我上个礼拜就跟各位讲 本预比偏低打底完成 这应该有波段的机会啊 有没有 我说抓低档的股票 我那时候有波币下给你看嘛 容德造船啊 礼拜一的时候一个跳工厂停 你买不到啦 我们在上个礼拜买嘛 是不是 没有追啊 结果呢 隔天呢 一开办没多久 又工厂停了 你看啊 从这地方买啊 是不是已经开始上来了 我那时候有跟各位讲啊 我说这就有波段的机会啊 是不是 就有那仔细看嘛 到昨天呢 再创新高啊 那到今天呢 第三支啊 再往上攻啊 那我问你们 有没有波段的机会 买在这里哦 有没有波段的机会 我没跟你乱枪打鸟 我不跟你叫你买一堆啊 稳稳荡荡 针对这个盘市 到底要怎么去抓 这个市场的轮斗 不是说去抓那个 已经涨创新高的股票 然后每天那边追 每天那边追 追到现在为止吃股一堆啊 老师每天跟你讲说 你看我大赚 那结果那些奖的股票 你都没有 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啊 从第一档起来 到现在为止 三支涨停的创新高 那像这样的股票 难道只有一档吗 3月18号 那时候我上节目 就跟你讲我买阳城 是不是 当天买完开始供嘛 3月19号再供涨停 是不是在创新高 3月20号再供涨停 是不是也上来了 也是一样啊 三支嘛 对不对 难道只有两档吗 你再仔细看 3月4号我跟你讲 齐阳 52块买啊 3月5号的时候 他该往上供嘛 3月6号再往上供 3月7号再往上供 有没有 他第一支涨停的时候 我说那不算嘛 因为他流上影线啊 结果后面也是三支涨停 我没有叫你追过 你赚这个价仓 你第一档买 拉高之后 你慢慢再调节就可以啦 这波到现在为止 很多个股 我们从第一档买的股票 很多个股都已经让你看到创新高啊 你注意看嘛 当初的要约也是一样嘛 我们那时候卖掉的时候 是几乎是第二支 差一档啊 差一档涨停啊 快两支啊 也是创新高卖啊 当初的达卖 第一档买完拉高我也卖啊 当初的红我也是一样拉高卖啊 那时候的犯权也是一样啊 这些个股呢 全部都拉高卖啊 是吧 这些个股啊都一样啊 拉高我们就开始卖啊 我们全部都是第一档买 我也不是说买一堆 我说你维持个一档两档左右呢 去做加插就可以了 如果说磐势呢 稍微这种震荡比较大 或者风影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开始慢慢缩手嘛 你不需要说每天去跟他赌 然后每天这个停损之后再买 停损之后再买 搞到最后为止 嗯 停损都不算吗 停损个三趴五趴 你只要停损个五趟六趟 我跟你讲两三成就不见了 是吧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啊 我们的股票 都让你看到啊 持续创新高啊 持续创新高啊 全部都在第一档买啊 那接下来呢 这些个股 如果你错失的话 接下来怎么做 可没有啊 今天盘已经来到了 大涨啊 两万零一百多点啊 我们刚说嘛 现在这种盘不是说每一档股票都往上攻啊 如果你今天去买错股票 这个指数上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呢 有些个股啊 如果你一直套一直套 套到现在为止 你会很烦恼 所以我说你不要乱做 你也不要去买一堆 你就稳稳当当的操作 当然这样的操作模式是不是你要的 我说我不知道了 你可能很喜欢买一堆嘛 那买一堆都没有赚有什么P哦 对吧 所以呢 当这些个股都一路一路的往上涨完之后 我们开始逢高调节之后 我们会去买下一档 那接下来的股票呢 会去涨什么 我们来看 我预计啊 应该最慢下个礼拜啊 像这个族群的方向 它有机会 下一档攻击股呢 是在这一类型还没有动的股票 而且呢 这种量都没有出来 都是在那个低档的位置区啊 已经开始在那边开始扩底了 还没有补量之前 它已经开始扩底 而且要准备站上月线啊 代表说 这些个股它是洗盘成功哦 所以呢 我们把前面的一些涨上去的股票 获利调节之后 我们现在这两天啊 我们把资金去买 下一档攻击股 还在低档的股票 所以这类型的个股 当它一冲上来之后 我跟你讲都是你的啦 你说现在这盘要怎么做 每天追啊 买一堆啊 我说那没有意义嘛 你要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把你的资金赚到钱 再去换下一档 我说我换下一档 下一档在这地方 你要就赶快一起来 不要等它找上去做 想说到底可不可以追 不要用追的 怎么样去低档布局 抓下一个轮斗 这才是真能赚钱的方式 好不好 那你认同的就一起来 体验价 我说这两天我们就结束了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迟到了吗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温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 关心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指数创新高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要买对股票才有用 像我们最近低档布局的股票 都让你看到有一个波段 有没有 低档买嘛 你看这些低档布局的股票 都上去了嘛 是不是 低档布局的股票都上去嘛 所以我们的操作模式就这样 持股不多 我们稳稳荡荡去抓这个市场的轮动 如果前面的个股你没抓到的 我预计了哦 接下来要轮动的方向 会在这个地方 因为低已经开始慢慢打出来 所以呢 我们这两天已经开始去布局 这些低档的个股 你不要等它冲上去之后 你到时候又错失了 后面会标一段的股票 好吧 那你认同的跟着一起来 体验价这两天就结束了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中文霜